然后我们另外一个网友 网友都好喜欢私讯我 然后另外一个网友呢 他就问我说 燕姨姐台积电涨上来了 所以我把台积电清掉 去买联电 联电这波表现还不错哦 这一波的相对的高点 有来到57块钱哦 那远哥你觉得他这样做是对还是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了 就是你选股票 做存股选股票的时候 第一个要看他的愿景 你就要看他的愿景 那可是呢 我们看得到台积电的愿景 因为他在未来的 至少三五年之内 他还是这个领导品牌 那可是联电还会是 就是我们所谓成熟型制程的 晶片的领导品牌吗 这个我们要打个问号 你连这个都看得比较保守 对为什么呢 因为呢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联电现在最大的这个对手 竞争对手 它是中国大陆的厂商 那中国大陆厂商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 因为美国呢 现在严厉的在制裁中国 那所以呢 对于这一些的 他们没有办法发展先进制程的晶片 所以他只好全力去抢工呢 这个成熟制程的晶片 那你知道 只要中国大陆呢 他全力的抢工某一个产业的时候 就像以前的面板 这些东西 那他只要全力抢工的话 那这个市场就被还烂掉了 那虽然联电呢 他有在12寸机员方面 他有些特殊的制程 那特殊制程这一方面呢 他是可以领先中国大陆的 可是呢 他大部分的产能 还是属于传统式的成熟制程 所以我比较担心 因为呢 预估大概今年下半年到 最慢到明年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那边的 他们那种成熟制程的晶片 会开始出现金海战术 就是产能是爆炸式的成长 对 我很担心这一点 那所以呢 我觉得联电他会受到冲击 而且呢 你可以注意看 我们这个是 这条黄色的线是股价 那这条蓝色的线 是过去四季平均的EPS 你没发现 他的股价是走在这个EPS之前 那你可以看到呢 现在呢 他的平均的 这个四季的平均的EPS 一直在往下走 那可是他现在的股价 是相对的在高档 因为他是很多高股CETF的最爱啊 对 因为他去 他今年的这个配息 真的是很高 他殖利率真的非常高 可是你要想到 他明年的殖利率 还会不会这么高 后年的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档股票短线上我不敢讲 可是呢中长期来讲的话 我会比较保守一点 就是如果你要再存个三年五年以上的人 可能还是要首选还是台积电 对对对 那针对刚刚那位网友把台积电卖掉去买联电的人 你会希望他悬崖勒勒马吗 我会希望说他如果说就我们预期就是说 接下来台积电在这个载机指数正式生效之前可能还会有一波的卖压 一波的回档 我们希望呢他能在回档的时候把它买回来 我觉得这个蛮实用的耶 好 所以就提供给观众朋友当作参考 对对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再回到原来那个专题 就是定期定额买龙头股 未来还可以再存五到十年的股票 联发科我觉得毋庸置疑啦 又有新产品要出来了 对因为他真的是很厉害 因为他以前呢他只是做手机的晶片而已 结果你现在可以发现呢 他连AI晶片啊什么他都都有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一家公司呢 他的创新能力还有他的管理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觉得这档股票可以考虑在内 好那外资都是看目标就要1500啦 对 有机会哈 但我们没有办法评断是什么时候 对对对没错 然后OK好就没有问题的在这里嘛 你看到没有 他跟那个Google合作开发AI的客制化晶片 所以这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他又跟这个NVIDIA 也有合作到AIPC的这个这个晶片 所以他就一直在成长 他就一直在进步 所以我觉得这家公司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想请教一下永年哥 就是联发科要怎么样入手 一样定期定额 OK定时定额 我觉得定时定额是最好的方式 好最后一点时间 鸿海 我觉得鸿海 刚我们其实已经有讨论过了 当然小股东在股东会上是希望能够来到500块钱 那鸿海董事长刘洋伟先生也很客气的说 尽量啦努力啦 但是他没有办法承诺大家 那当然啦 对那所以就是如果手上有的人 像坦白说我有些同学跟朋友 他们是100多块存的 存到现在他们都还没停力 他们每天都在想的事情就是 我到底是180停力还是200停力 是OK好那么我这样子讲好了 因为如果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我们把那月线时间拉很长的话 你会发现他用了15年的时间 逐出来一个底部 所以呢 理论上来讲他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他就不太容易只到现在这个价位 186块就甘愿了 看起来应该不至于啦 那可是呢问题就在这里 过去这三个月他的涨幅已经多大了 他的涨幅已经八成了 对 他已经涨了八成的股 只看现行图会以为是哪一档中小新股 对没错 三个月涨了八成 他是不是应该要休息一下 理论上他应该要休息一下 所以在短线上 甚至于从月线来看的话 我们并不排除呢 他在六月或七月 他有个回档的 这个技术性的回档的可能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那可是呢 我们再往远一点看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他接到的GB200 你知道GB200的订单 对他来讲有多大吗 他那个金额 我们再稍微都估算一下 大概他这一笔的订单 出货了以后 他的营收大概可以增加六兆台币 那因为他以前呢 那个苹果是他最大的客户 做iPhone嘛 对不对 那iPhone他一年 他的这个贡献 营收贡献度 大概是两兆而已 所以以后呢 这个AI变成他最大的客户 所以他以后可以不用只看苹果脸色 是 他要跟回答建立更好的关系 没错 所以外资评估鸿海 后年的EPS有机会来到18块 这个是真的吗 有机会吗 会不会到18块 真的是不敢讲 可是呢 这两年就是今年 有机会达到12 那明年呢 如果再加上这个GP200 我们现在假设GP200是从 明年第一季才开始出货的话 那大概可以到14块15块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明年啊 如果明年有机会15块的话 那就表示其实鸿海真的是 有真实的业绩 对 没错 特别是业绩有爆发性 有想象空间 有题材的股票 我们也帮大家回溯了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 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